他们要给这只600斤的鳄鱼拔牙 一个牙洞里竟拔出了9颗 牙龈已经严重溃烂 医生为他进行紧急手术 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 拔牙第一步 先把鳄鱼弄到岸上 饲养员拿一只鸡当诱饵 很快鳄鱼就上钩了 被一点点引诱上来 饲养员用木棍安抚他的情绪 鳄鱼貌似很舒服地张开了嘴 可以看到门牙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黑洞 感觉蛀牙还是很严重的 需要紧急治疗 饲养员用绳子绑住鳄鱼的上巴 准备给他来一针针定剂 鳄鱼变得非常暴躁 毕竟有四米长 力量非常惊人 为了安全 大家又套上了另一个绳子 但就在这时 鳄鱼突然使出绝招 死亡翻滚 他每翻滚一次 就会被绳子多缠一圈 为了防止他把自己缠死 饲养员趁他不注意 用一块毛毯遮住了他的眼睛 大家一拥而上 使出全身力气 才把这六百斤的鳄鱼控制住 接着给他注射了 满满一管针钉剂 但针钉剂对他好像不起作用 鳄鱼还是不停挣扎 大家赶紧又补了一针 这次终于生效了 鳄鱼一动不动 众人合力把六百斤的鳄鱼 抬上担甲 撬开嘴巴塞入了一根棍子 这下就可以仔细观察牙齿状况 看起来并不是简单蛀牙 里面出现了很多牙齿碎片 牙龈都已经开始溃烂 医生猜测 这可能是由于长了智齿导致的 因为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智齿就把正常牙齿顶到了一旁 慢慢就坏掉了 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 接着用工具挖呀挖呀挖 终于挖出了第一块牙齿碎片 很轻松就拔了下来 不宜会用镊子又加出来一块 紧接着第三块也出来了 一个比一个大 饲养员都震惊了 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情况 很快医生就从牙洞中 取出来九块牙齿碎片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医生发现在这个牙洞底部 竟同时长出了两颗新牙 现在必须要去掉一个 医生用钳子拔了半天 拔掉了一个三厘米长的新牙 现在剩下的一个 很快就能长成健康的门牙 最后用药水对内部反复清洗和消毒 就完成了治疗 鳄鱼也慢慢苏醒过来 大家给它松吧 重获自由的鳄鱼 好像知道了怎么回事 并没有攻击任何人 慢悠悠地爬进水里 直接钻进了男朋友的怀抱 医生懵了 没想到最后还吃了一嘴狗粮 他们在水下寻宝 不仅找到了一项金币 还意外找到了一个骨灰盒 他当场吓尿 其因是听说这里有一艘沉船 船说还是一艘海盗船 想想就觉得刺激 于是决定去水下寻宝 刚下来就发现了一只鞋 看着还挺新 拿着笔量了一下 大小也合适 他也不客气 直接穿了起来继续寻找 又找到几个酒瓶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直接带走 慢慢的他们还真发现了一艘沉船 两人来了兴致 但找了好酒 还是只找到了一些酒瓶 这时他突然发现一块木头下面 竟然露出了一只小孩的手 看着属世诡异 两人壮着胆子 决定一探究竟 他小心翼翼往外拉 生怕把胳膊拽断 拉出来一看 原来是个美人鱼玩具 虚惊异常 这时连大鲤鱼都被吸引了过来 轻轻抚摸一下 手感真好 这不重要 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寻宝计划 既然船外面找不到什么好东西 他们直接来到船内 果然在夹缝中发现了一个箱子 这箱子一看就有戏啊 电影中宝藏就是用的这种箱子 两人兴奋不已 刚把箱子拿出来 就掉落了两枚金币 箱子下面的金币更多 散落了一地 拿起一枚咬上一口 就留下了牙印 看起来是金币没错了 这不发了吗 不一会就捡到了上百枚 两人回到岸上把金币藏好 他们认为下面肯定还有更多好东西 决定继续下水寻找 谁都想不到 两人这一去差点崩溃 甚至连警察都来了 他刚下去没一会 就发现了一个袖记斑斑铁盒子 编了一下分量很重 还用塑料袋装着 他高兴坏了 估计里面可能又是金币 慢慢掏出来 方方正正的 里面好像还有个盒子 但就在这时 里面突然泄露了一些粉尘状的物质 翻个面一看 上面还有字 他扫了一眼当场吓尿 这盒子竟然是个骨灰盒 下得赶紧往岸上游 毕竟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他们商量了半天 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最后决定报警 等警察来后 也没有查询到骨灰主人信息 那现在看来最好的解决方式 就是把骨灰放回原位 让他在水下静静地待着 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 他对着家里的窗户 连续拍了五个小时的照片 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东西 一家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心神不宁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家住三楼 最近却出现一个 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婆 他在窗户死死盯着一家人 就问你怕不怕 这鬼脸是偶然拍到的 一开始以为是窗边玩具硬上去的 放大后一看不对劲 越看越像人脸 更像是一个面目猙獰的老太婆 这把他看得头皮发麻 紧接着对着窗户又拍了几张 结果照片里神秘的老太婆又消失了 你就说怪不怪吧 关键这是三楼啊 一般人根本就上不来 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 赶紧拿着这鬼照片找到专家 专家对照片进行数据分析 结论是这鬼脸是真实存在的 并不是PS 但专家并不认为是灵异事件 他认为是室内物体反射产生的阴影而已 仔细观察后 发现鬼脸旁边有椅子的影子 猜测这鬼脸应该是 挂在椅子上的衣服反射形成的 紧接着专家开始了测试 在椅子上挂好衣服 对着窗户拍照 拍到的照片上果然出现了一些轮廓 但并不像人脸 专家继续摆弄衣服 尽可能地弄出更多褶重 就这样一直拍照测试了五个小时 终于拍出了之前的鬼脸 所以这就是一种巧合而已 清理他家的垃圾要用挖掘机 两层别墅里堆满了150吨垃圾 大门成了板上 进出只能爬窗户 客厅垃圾都堆到了天花板 在屋内只能爬行 不小心还会迷路 而大爷还不停往家里捡垃圾 说这些都是他的无价之宝 节目组试图和他沟通 但这个怪老头什么都不说 甚至对摄像机挥起了拳头 在小姐姐耐心沟通下 大爷终于放下了戒备 正要说出自己的故事 却被一个怒气冲冲的大妈打断了 大爷屁颠屁颠地跟着大妈上了公交 第二天 大家在街上又遇见了正在捡垃圾的大爷 在他的允许下 大家决定去他家一探究竟 大门被垃圾堵得死死的 小姐姐只能从缝隙中挤进去 随意堆放的垃圾根本找不到落脚点 小姐姐翻山越岭总算来到了二楼 找到了通往室内的窗户 紧接着一股恶臭袭来 小姐姐忍着恶心爬了进去 没想到屋内更夸张 垃圾已经堆到了天花板 在室内完全要靠爬行 洗手间也是惨不忍睹 卫生纸都发霉了 还有随处可见的老鼠 就在这时 屋里又传来一阵声响 寻声望去 没想到啊 垃圾堆里又钻出来一个人头 里面还生活着一个人 原来这是大爷的儿子 今年都四十了 看起来神志不清的 一见到记者 就开始胡言乱语 根本听不懂在说什么 到了午饭时间 一家人围坐在一张 简易桌子前 做饭全靠一个电饭锅 满屋都是虫子 要时不时地喷杀虫尽 天花板也在漏水 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大家提议帮他清理垃圾 却被大爷一口拒绝了 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一家人的健康也不容乐观 大妈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 整夜咳嗽不止 大家带他们来医院检查 发现大妈有严重的废基水 都是因为长期生活 在这种环境里导致的 必须尽快治疗 大爷显得很自责 说如果早点把房子打扫干净 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终于同意大家帮他清理垃圾 说干就干 大家找来了施工队 但当务之急要先把 大爷的儿子接出来 在清理了一部分垃圾后 终于找到了儿子的房间 儿子长期没有下楼 行走已经出现了问题 大家一起把他抬了出来 随后送去了医院 现在226个志愿者 可以大干一场了 整整清理出150吨垃圾 与此同时 大妈和儿子已经接受了治疗 恢复良好 大爷也接受了心理疏导 沟通下来才知道 大爷看到儿子一直没有工作 整天无所事事 待在家里啃老 这让他很伤心 进而可能就触发了 大爷的收集品 简单来说 一切都是愁的 一周后在节目组的帮助下 垃圾房已经焕然一新 看着宽敞明亮的家 大爷不知不觉中湿了眼眶 不停地向节目组鞠躬致谢 承诺以后不会往家里捡垃圾了 其实我感觉他儿子 才是最大的垃圾啊 他在厕所偷偷安了监控 正对着马桶和面盆 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 厕所就会传来 孤寡孤寡的怪声 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 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 根本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 这怪异现象搞得 一家人精神崩溃 半夜都不敢上厕所 有次主人半夜实在尿急 捏手捏脚地来到厕所门口 就看到一个小黑点闪过 从面盆一水孔钻了进去 这下主人更怕了 拿着路道的声音求助专家 专家一听却笑了 给他出了一招 在水龙头上绑一条面包虫 把这东西掉出来 主人壮着胆子乖乖照做 完事只需要守着监控静静等待 没意会 厕所就传来了一声孤瓜的叫声 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从面盆里钻了上来 仔细一看竟然是只树蛙 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 树蛙对着面包虫若有所思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接着一口吞了 没成想虫子绑得太紧 尝试了几次都没吃到 又灰溜溜地钻进了面盆 关键它夹在酒楼 这树蛙是怎么爬上来的呢 虽然树蛙会爬墙 但靠它自己是不可能爬到酒楼的 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问过了 也没人养树蛙 专家研究半天 说树蛙只可能是从外面人为带回来的 问了一圈 主人说前段时间从乡下 拿回来很多白菜准备做泡菜 专家一拍脑袋 说树蛙很可能就藏在了白菜里 阴差阳错就蹦到了面盆里 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把它解救出来 把面盆拆下来 刚切开一个洞 树蛙就跳了出来 小小的一只非常可爱 大家决定先暂时把它养在家里 等春暖花开始 再让它回归自然